大家好,又星期日了,今天就十八號了 不是十七號,這次星期六播這個lecture 因為星期日才播一周壞事會故,因為今晚可能是 星期六就有活動,沒什麼所謂了,找一件事講一下 講這個lecture,叫做梅菲定律,是不是很熟悉呢? 不是的,其實聽就聽過,偶然聽過,嘩好帥 但是指什麼呢?首先它不是一個law來的 我們在科學裡面講的law就是真實的law來的 是truth的一部分,就是一階一等於二,這些叫做law 對不對?數學那些定律、定理、物理學的定律 我們很多時候有些叫做藝科學的東西 醫學就是藝科學來的,社會學統計 甚至沒有統計,有藝術,就是民調這些 社會學科學裡面那些東西,叫就叫自己科學 很喜歡用科學這個字,醫學又叫科學 拿些數據出來就叫科學部分,結果不准了,你看到 但是如果你說是科學,究竟你有什麼方法防止這個Coin 19 又拿過這個,大家一定關心的東西,又拿過這個來講 但是根據這個定律,越害怕的事情就越會發生 大家都一定怕過,為什麼你要怕呢?就是怕這個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或者是Omicron,Omicron 那些人都會怕的,那一開始有時候我又問我 我當時突然很害怕的,有些感覺 明天不能吃早餐,那個臭婆娘就真的搞這些通行證 限這個,限這個,很生氣的 但是我其實不是害怕的,是多生氣的 有種東西壓力,忐忌,之前已經聽到 不是限這個,限這個,限這個,是早個禮拜的 不是真是傻子,限這個 嬰兒都要打針,她真的閒給你看,真的要逐針 逐到嬰兒,小孩不打針,疫苗托行證 愛小孩真的做的,越是怕 就是所謂怕,越是擔心的那些事,竟然真的會發生 那如果我們經常怕這件事,它就會發生 那這個就是沒必定律 那你怎麼應對呢,應對呢,就是這個定律 我都說不是定律來的,因為不一定會發生的 或者說你想中招這樣,大家都怕中招 結果呢,怕不怕你都有機會均等的 但是似乎很多人就說,我越怕越容易中的 你見啦,就是越講得多的那些 立法會的人好像十六七個了 差不多四分一中了 現在這個社會比例差不多,其實又不是的 但是我們覺得他們,很多人在那裡說 什麼時候中啊,真是一個一個這樣中 英女王都中過了,好像中過兩次了 好像越是怕,我們怕會不會總統中了 死了,結果就沒有死了 因為死了真的不容易的 但是都有一些,有些人中了,那怕 又真的中,那真的關起來也有 那我們是不是好像走不掉那樣呢 那沒必定律是什麼呢 在統計學裡面有個這樣的講法 Jason提過一下,是不是 我就講不到的 他說P大一,都是不要講數學的東西,統計學 裡面發生的東西 當P大一的時候呢 這個機會就會發生了 蓋錄為P大一個零 就在N次實驗活動裡面至少一次發生 蓋錄為P等於一 由此可見呢 當這個實驗次數出向於無窮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趨於一 就是必然發生了 講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的 如果懂數學的可能不明白 但是我們普遍都有個心理狀態 就是我越來怕那件事發生 這個我,比我,我很害怕考試 尤其是我害怕我不可以的 這次我一定要考得好 通常就糟了 大家恐怕都有這些經驗 越是怕那件事,越是怕會發生 比我去做節目呢 嘩,最怕就是 臨到開麥克風突然間弄了電腦 那真的會弄給你看 慶高彩烈說的東西就疾著 跟著停了直播 都發生過了 所以越幸好不是時時發生 但是你會覺得說 醉黑仔的時候就發生這些事情呢 我最不想它發生,它就會發生呢 那的確是有這樣的現象 這個就是梅菲定律了 那它是怎麼來的呢? 一個工程師 那它是常委工程師 那對著它一起工作的同事說 喂,開了玩笑 如果有件事一定做壞的 他就去做的了 這個人這樣 那結果就是這個 本來沒有什麼心意的 通常是那些黑仔 那就覺得無奈了 但是因此就得出這個 這個這樣的定律 而迅速叫紅了 這樣 那件事還有一個複雜一些的發生的情況 就是因為它說 如果是一個實縣專案 要把16個感測器固定在受測試者的座椅架上 當這種感測器需要安裝兩條電線 如果反接就無法之正常讀取資料 這樣 居然不可以思議的事發生 裝起的時候發覺 這個梅飛上季發覺 這16個感測器 居然全部無端之外都掉轉了摺 這麼難的事情 竟然都是會發生的 那 那麼 它就自然說 如果這種錯誤的方式會處理 終歸有人會錯誤的方式去處理它 而這句字招就最知名的 成為這個所謂的梅飛定律 Murphy's law 因為這個人叫Murphy 這個定律出現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正是十世紀宗 當是歐美國家迅速經濟發展 科技爆炸的時候 整個西方世界都充滿一種自信 覺得呢 樂觀 人力 定勝天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 雖然我們的IT都出來了 反而我們不是這麼覺得 人可以戰勝所有東西 是吧 早幾十年曾經有一個時間 據說二十世紀宗 那就是 國家是會改造一切的 沒有什麼問題搞不好 而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這個定律出現 就說給人家一個警鐘了 因為人是不完美的 這樣就肯定 如果你不去考慮所有事情 仔細考慮所有事情 你就會發生了 這樣 那 怎麼應對呢 這樣 我們不如舉個例子 我們講來講去就是 是否大家都有個 就是 哇 我不會中到的 結果又中到的 那到今天我都沒有中到 我沒有中 我沒有中 那我就 那我就 衰些說我 中一次 那我真的有些想的 但是 總是因為我 我沒有理性就說 我都是不應該中的 因為這樣我才顯示勝利 那根據這個規律呢 事實上呢 是應該完結的了 就是任何 根據歷史上 最久的一次西班牙大流感 當時不懂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醫學的 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 西班牙流感結果它都是經歷了沙 兩年半就完了 兩年半 那你說現在已經 向三年進軍了 過了兩年半了 那 好像是 但是大家 有沒有留意 其實西方當它完了呢 是我們還沒有當它完了 是中國因為 還沒有清零 所以當它沒有完 但是西方國家剛剛好 也是跟大流一樣 當它成為過去的 非洲很多國家還是開始爆 所以 根據劉宇龍說的 就是明年中 世衛 其實都是現在這樣數了 多半年而已 就是兩年半 其實根據歷史規律 當然歷史規律可以錯的了 但是我想都是個自然規律 因為去到五年了 效力已經低了 已經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報告 就說它跟這個 中國券商的報告 不過我不是想討論這件事 因為這個話題是講媒非定律 基本上 只不過是說 如果我們是很怕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定會發生 結果它也是發生的 你記得年初的時候 大家都 看到林鄭出來說 將會發生了 這樣 這樣 因為外面已經發生了 好像我們覺得 香港一定不會發生的 當年 當時我真的有這個 大家都好像有這個報告 我真的來了 然後我真的要做這個 疫苗通行政令 真的做了 真的又做了 不會的 想著 理智地 很多事情都不應該發生的 或者是 應對到的了 香港這樣 不會出現西方那種 死不了人的情況 因為現在人就先有了經驗 結果又真的出現了 這個很符合媒非定律的 就是你越來怕那件事 它真的會發生 好像是一個宿命 那我們是不是聽天由命算呢 其實不是的 就是說 有了媒非定律之後 其實是告誡人 剛才說過 告誡我們應該 不要很多事情 知道它是會發生 但是就掉以輕心 或者接受了它一定會成為 命定的事情 也都不要 不肯相信它會發生 從而就沒事的 你事實上 你見很多人是矛盾的 就是我們講一下主觀能動性 我經常講 我們覺得不會就不會的了 很多時候 人這個其實是心理狀態 並不是一些錯誤觀念 或者一些原學的事情 有什麼能量 證明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當作一個心理狀況 因為你心理狀況太強的時候 你的確可以防止很多事情發生 包括病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如果你意識強的時候 你真的有些病 我希望這段時間我不可以病 我這些重要的事情還沒有做 等我考試我才病 那真的是熬過 但是有些事情都熬不到 剛剛就撞正 發燒 真的試過一次 是一次而已 大多數就是 就是重要事件要做之前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真的可以令自己不病 意識強的時候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定律呢 我剛才講完 這個不是一個法律 不是一個法律 就等於大多數科學都不是真的科學 現在 我們最近 不斷講 就是 經常講那個感染率幾多幾多 是還未能夠在科學裡面定到的 就是 而那些專家講 叫你打針 打針是保護最好 其實都沒有數據的 這些都是論述來的 因為如果真的可以計到 你打針 中的機會是幾多幾多 那其實就可以買保險了 如果計到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保險 只要你計到它就可以買到的 但是 精算學的人呢 其實就知道計不到 所以這種病呢 它是入於無法子預測 你打針的機會是幾多 這樣的情況 一般給了很多數字 你好像是有些預測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你說 我不如買保險吧 癌症也買保險 大家看過很多保險 其他病都可以買保險 唯獨是這件事 在數學上 在精算學上 未能夠計到 COVID-19 那它變成保險公司就不受了 但是那些人還叫你打針 打針會不會出事呢 沒事 專家說沒事 如果是沒事 那你應該買到保險 但是保險公司也不受 保險公司也不受 保險專家 公司的專家說 估不到 計不到它的機會幾多 所以我就沒有可能受你的保險 那你就知道多穩定 那好吧 我又趁機會踩踩這些 那些醫學專家 但是就繼續說我那個 就是你怎麼避免這個 梅非定律 帶給你一個好像宿命那樣的 當然你不相信它 可能你就不受它的影響 但是我們的確是有這個 感覺的 就是好像最黑仔的事情 就自然會發生的 我出街最怕的是不要下雨 我快點去跑到那一步 那那天就臨到一隻狗 是很快的 很多次都是 我越是想著 嗯 不要跑了 不如 都不怕了 天氣還挺好 因為我跑的地方 又是沒有遮掩 沒有講 有一段幾里路 幾里路是沒有辦法避到雨的 所以一下雨 就是撞彩 那時遲都撞正 這個就是梅非定律 越來怕的時候就越是 但是是不是沒有避免呢 這樣 那基本上呢 有四樣東西呢 就是梅非定律告訴你 你要留意的 內涵 是 第一 任何事情都不會好像表面 那麼簡單 看起來那麼簡單 那天氣多好 我出去跑步 那你最好看多些天文台資訊 對不對 或者是 都沒有多壓者了 但是不要那麼簡單 不是表面看天氣 那樣 看多些跡象 有沒有雲 有沒有雲 有雲飄過來就過來 好了 任何時間的週期都是給你預計的時間長 這樣 所以很多次 比如我們一直以為 我也以為了 普通行政是完的 那我很信心它會完 這個大疫情 連終歸都會成為過去的 那 不過又拖到 自己想不到那麼久 這樣 那個週期 原來是 跟一般的估計 一定是 梅非定律就是這樣 那所以你會 跌到這個定律裡面 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 任何事情會出錯的話 那 它會有很大的機會是會出錯 有可能出錯的事情 就會出錯的了 那如果你預感會出錯 第四樣就是 那它就必然會出錯 就是你自己會 吸了它過來的 其實在心理學都解釋到 就是 為什麼 因為你越是怕 那件事情會發生 那 我想講一個 類似的 聽過的定律 其實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這個叫阿倫達效應 阿倫達效應 是一個人來的 這個阿伯來的 七十幾歲 當年 七十年代的事情 我記得 我是看過他表演 那時候很多 大衛伯咖啡那時候 是不是 最後那些 時時都會在電視上 黑白電視的時代 在講著 就是有些人是有些特別的表演 成為一些 就是 這些這樣的電視的題目 就是 久不久就有這些 這樣的 片段給你看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的 就是不是什麼節目 就是介紹的節目 那是有個 我記得是白白頭 白肥肥的 那他很喜歡踩鋼線的 就是走鋼線 那他最厲害就是 走過那些 很厲害的 那些俠谷 當然他是那時候 是馬藝團表演的人 他特別是踩鋼線 拿著一支很長的鋼線 那就是平行鋼線 走過一些 他還是 不掛這個安全帶的 不會跌下去就是跌下去的 那他走過一些深谷 走過兩道大廈中間 那 很有名的人 那他有一次就想著 那他退休了 73歲 那73歲 那最後行鋼線 公司就告了 那在波多黎國的海濱城市 盛湖安 那就是做這個 最後的一個表演 那我記得我看過的 就是那個意外 那相當不 印象深刻的 但都不是特別的 他跌下去就跌下去了 那一開始 那次失足了 他就想抓住 想抓住那個鋼線 跟著抓不到 抓不到 他就拿回自己的肝 其實這樣就跌下去了 那當然就是 過世了 但是呢 後來那些人問 他 就是他的太太 那這次走過的 其實一次很普通的一次 不是高難度 相較見過他做過的 走過的 走過的 就是 鋼線呢 那次是 相當是普通的 但是原來他很緊張 之前呢他天天都在想著這件事 是 那他說呢 就是 不能夠失敗 這次太重要了 那他的妻子說呢 那他的妻子覺得這次他會出事 因為他出城前不斷說 這次太重要了 不可以失敗 那他每次 成功的表演呢 他根本是沒有想到 失敗或者成功 他只說 我集中精神 我做好這一次的表演 做好這份工作 我不理他的危險 他失敗非常之好 但是就是這一次 最後一次呢 他經常想著 現在經常和大家說 這次呢 很重要 我一定要走到的 但是呢 恰恰就是這樣呢 雅倫達政論 梅菲政論都是一樣的 越是擔心的事情 就越是會發生 那也都可以解釋到 這種這麼大的心理壓力之下 你還得顏失呢 就是從此呢 就是比心理學家就說 這個叫做雅倫達效應 大家都要小心避免這件事 那我們都知道 我剛才說過了 我考試大家是最擔心的 我的經驗就是考試呢 沒有考試呢 我又不會有學歷的 但是我通常都不是考得好 那尤其是讀了 很多人就考得厲害為榮 剛剛才看到個留言 啊 我又讀了 你又讀了 不過我覺得跟你爭得很遠 那讚我當然 但是我是不考得很差的 這麼多次 大多數都考得很差 但是兩回事來的 讀得好不好 一個知識掌握得好不好 我不斷再想的結果 將那些知識重複去思考 所以我運用知識也好 但是我運用知識去考試的時候 表現就不好 當然自己都明白啊 但是又沒有啦 人就是這樣 考試 如果那些小孩 不要給那些小孩 年輕人呢 一考試每個人都會怕的 你不要千萬不要輸 這樣那樣啊 也都不要告訴他們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我對你很有信心 我最怕聽到這句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最怕的事就會發生的了 但是都沒有至於災難的 我來講 我通常都睡不好 諸如此類的 但是考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些經驗 精神狀態是很好的 開始動筆的時候就很緊張 但是幾分鐘之後就很投入的了 通常考完都覺得自己表現很好啊 結果出來都不開心的多了 沒得說了 這些已經十幾年沒有考試了 十幾年而已 不是很久而已 因為我再考 最後五十幾歲的 我考 五十幾歲 考哲學學位的時候 不是接近六十幾 現在是十一年前 是的 五十美的時候 五十美的時候才考多一個學位 哲學的學位 那是自修的 按照計都是緊張的 我都講的 考試是一種 沒有啊 不行 是吧 一種 你記住這件事情 感恩 因為這個壓力 很多人說壓力令你成功 但是都很難 很多人被壓力壓垮了 那就講回我們這個媒非定律了 我們怎麼去面對它呢 有幾個內容 事情表面就不會你想這麼簡單的 一定是很複雜 過你知道的 這個是它的特色 所以它的週期都比你預計長的 其實會發生的情況呢 因為你時間內你就會掉以輕心的了 不要掉以輕心 比如我說 撐過這個Omicron 我都不染疫 那我就小心了 我越來越小心 但是越來越小心 時間長了就會變得不小心了 因為以為可以了 熬過了 還沒熬完 那繼續小心 看看哪個戰勝 如果出錯的話 有概率 有出錯的可能的話 那有極大的概率的機會 就是可能它會出錯的 剛才講的那個什麼P 大一個一的方法 我不明白是什麼 所以不再講 只要出錯的機會存在 機會是大過沒有 它將來會出現這個錯 將來會出現 但是可以不出現 依然是可以不出現的 如果你預感會出現 就剛才講的雅輪大效應 它就會一定出現 你知道這個特色 盡量避免感情用事 控制情緒 要抵制煩惱 基本上有幾個要決的 你照著正確的方法去做 盡量找多些資料 我正在做的 其實沒有人 我是改善身體為主 有些人我看到 拿一張東西出來 拿一張東西出來 鎖個升降機 都不接觸了 這樣 我不覺得 雖然很多人會笑這件事 或者怎樣 我不覺得是什麼 如果他做盡 覺得心安 那就有信心 那就做了 沒有所謂 戴口罩一定要戴 如果他真的怕中招 做盡這些 就心安的 那就行 但是就不要想著做了就沒事了 要依然要準備 有可能發生 這個就是沒得說的事 盡量搜集資料 盡量搜集資料 這個重要性 自己作出應對方法 我發覺我是做足 觀察 事情是否盡量順利 不要衝動去做一件事 所有事情都盡量考慮 如果沒有給立刻更重要的事情 就去做 壓力大的時候 要省一下 不要衝動去做一件事 就包括打針 不要覺得 哎呀 都是打針 見到人打我就打了 見到人打 這個就是 就是 可能是兩樣害處 引致你中 就是吸引到 因為似乎越來越多這樣的泥 打完就中了 當然那些專家不認 這件事情 就是看你信不信的 的確是 有些人說會這樣 但是也有些 另一種就是 打的時候可能出事 打的時候可能出事 就有不好的效果 這些你都要把資料 衡量過了 你才做一個決定 怎樣應對 我不是叫你不打針 我從來都不叫人不打 我只是說 根據這個 你要應付這個Murphy's law 那你就是搜集資料 你可能打了你的機會 中的機會低了 依然可能 可能有這個現場 你信不信那個統計 或者你信不信 那些專家說的 如果你判定了 打好一個不打的 唯一不應該做的就是 衝動作出這個決定 人做你做 或者跟別人 而沒有自己搜集的資料 老師叫的 類似 或者其他家長 每個都叫小孩打 你又沒有他們打 那你之後 你就會很不開心 壓力大的時候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不要嫌麻煩 很多程序的查多一次 那按部就班 解釋 不要妄壓段語 和自己的意見對峙一下 是不是違背自己的心意 警示在用 那 梅飛定律是一種客觀存在的 所以你是要 take it as a 警號 多過你當一種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自己 就是不要說 郭德偉一定的了 那就聽天由命了 那不是一種積極的做法 也都可能是因此 引致它真的會發生的 依然要相信 你變得好變得壞 是由你自己決定 那對於很多 好像我那樣 又樂觀又自信的人 那自信心極強的人 這條定律其實是不應付的 但是對於一般 就是心力不夠的人 那的確是特別容易發現 就是越怕越會發生這些現象 是 是 安分了 不要僥倖 僥倖心理一種 就是不遵循客觀規律 諸如此類 是 也是平常心 看淡壓力 這樣 但是同時會很小心 防備到佔 那就 不要讓那些小的問題出現 而這些問題可能引致這個定律出現 那其實有個事件 就是 那個航機事件 那個航班 馬航那個事件 那怎麼會發生呢 其實那些人是測試過呢 一個機師 一個正機師 那個飛機其實有些地方接觸不良 好像我這個錄音那樣 那每一次那個機師就是 那個正機師走去拍拍它 還是動一個接觸的地方 然後連終已經發生了二、三十次了 但是因為小問題 在飛機上 某些地方接觸不良 所以它有它 但是呢 就是那一次 又是接觸不良 出現信號 這次去 這樣按它 這樣 那它將飛機的控制 交給它副機器 但是那一次剛剛就有氣流 是 是 而因為那個小毛病 的接觸不好 就沒有那個電腦 某一部分 反應慢了 這樣呢 就發生了 這樣呢 就失速 都是 是 飛機失速 而那個副機師 因為它沒有經驗 不夠呢 就沒有那個正機師 走了去 走去拍拍那個 接觸不良的地方 那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 因為那些小毛病 你都要 你見這些飛機工程 或者那些 戰機啊 那些 其實那些維修人員 那些地勤 其實很重要就是這樣 所有細微的東西 一般都沒有事的 但是會引致大事發生 這個也都符合這個Murphy Law 就是你要留意 所有細微的東西 不要給它 有可能細微的東西 很少機會出錯 但是呢 只要存在出錯的可能 就會出錯 這個也是Murphy Law 特色之一 所以你要連這些最可能發生 引致出錯的東西 你都要做這個預防 這樣呢 好像很煩 但是這樣的確是會 減少這個Murphy定律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心態 好 差不多都說完了 今天就比較短些 都不短了都過了半個小時了 我們不要給它控制住 還有不要覺得既然真的會發生 就由它發生 跟我們欠民主一樣 你覺得共產黨很強 但是鬥它不過 那你就不鬥了 認命 但是你要相信這件事情 時勢改變 又會有不同的 又會有不同的情況 你又可以來過了 我以前都說過很多次 半杯水定律好 或者我們正向思維 你要頂住那些負向思維 這些都是跟心理有關的 你的心理有時決定了很多事情的走勢 所以不要給這些悲觀的想法 提出這個定律的人就是 我們不要盲目樂觀 要警惕 多過就告訴你一件事實 Murphy這樣 他形容了 他說喂 這個傻佬每次都 被他摸到這些事情都壞的 都出事的 有些人真的這麼黑仔 但是你不要當那件事 可能就是因為他 他 習慣忽略一些事情 所以做得久 他忽略的事情自然在他那裡容易發生 有些人你發覺他真的 其實不會完全沒有犯錯 我們都會犯到錯誤 但是每一次犯完錯誤都要記住 不要給下次再出現 對於一些可能出現錯誤的事情都要小心 你知道老人家通常就是 為什麼這麼煩的呢 小心狠 都是因為人生的經驗 很多事情比如發生的機會很低 我現在是十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我打一次交 打贏的機會 打輸的機會 打死的機會 很低的 年輕的時候我是夠膽做一些危險一點的事情 我現在越來越不敢行山 因為行山會死人 是死人最多的運動 都不是的 盡量小心 不要搞到自己連這些 天天都在那裡害怕 那就沒有人了 只要你做足 早幾天就走過山 只要做足 預防措施 包括我怕上落會 膝蓋痛 會不會有一次就痛 不要說死了在山上 這麼恐怖 我真的要直升機來救 那就不要了 去行山要高興的 於是我做的是一件事 我就加強運動 就是行山前幾天 要確定那隊人 又喜歡走一些堅的路線 我就說我自己做足準備 縱然有時候說不太行 出乎意料的困難 我都還撐得住 因為有些信心 這個就是避免輕率 避免輕率 我雖然是跑得慢 但是我每次都跑完六個小時 但是有些年輕人就跑不了 馬來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怕跑不完 很容易 而且很不開心 令到我 因為 於是 就一定是練得很足 我才去跑 年輕人我不會練得很足 因為我覺得 可以了 我支持你 到時二次一上就可以了 老了就不是了 不是了 怎麼都好 我不跑夠 五十里一個星期 我就不要去參加比賽了 各有各 不是各有各 要避免這些 就是越是怕 怕越到時 跑不動 坐在路邊 要救車 車走 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越是怕越會發生 那不如不要去跑了 當然不會發生 但是為什麼我不依然去跑 不過我做了一切 健康的情況 檢查好了 然後連續了 將身體狀態帶到最好 去接受一次這樣的挑戰 但是不要隨便 避免一些險 會引致自己出事的險 是吧 只要一個禮拜才去跑 那就不要了 能夠兩樣東西之間有個平衡呢 人是一定要向一些東西挑戰的 只要你做足功夫 中研 這條定律 你說你可以出賽 始終會出錯 只要減到最低 而你的出賽 又是承擔得起的 依然是應該做一些挑戰性的事情 是吧 至於會不會最終中一次Omicron呢 我覺得我都贏了 現在都還沒升了 贏了的了 是不是 現在跟兩年前還差很遠 兩年前 或者一年前 Omicron爆之前 來了來了 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 BA1的時候 那時候還蠻多 現在起碼已經 已經是感冒了 雖然特首說不是 實際上看肌肉 我先找一些資料 因為根據那個報告說 中國券商的報告 它比較過七個地方的數字 其中包括香港 它說是和這樣一樣的 就是死亡率 究竟它對還是什麼呢 我應該做一些研究 這些就是正面態度 先研究過 就不信任何一方面 那就對了 好 講遠了一些 時間也都相當好 好了 夠了 也都盡興了 下個禮拜可能在星期日 這個就應該在星期六播了 愈無愈愛 好 多謝大家 下個禮拜我們再找些 似是學術 不是 是學術來的 好 學術的話題 下個禮拜再見了